为提倡9月9日国民体育日 县府在县立体育场举办多元体育加年华活动 县府秘书长方信雄率领出席贵宾 以及各校学生代表一起大路跑 全国同步完成累积跑步里程数18470公里 象征携手迈向2016年巴西奥运会 活动中县府各单位也设摊办理各项政令宣导 吸引不少民众参加 方秘书长并颁奖表扬本县推行运动有工单位以及人员 并逐一合影留念 秘书长也表示 很感谢各校校长教练以及工作人员致力于体育的推动 让南投县体育能够蓬勃发展 这个非常有意义就是说 对本县的部分对体育的贡献部分 最主要是颁奖给这些有工人员 那第二点就有关国民体育日 我们要全民能够运动 能够路跑 能够大家一起来 不仅仅是学生 学生可以影响学生 然后影响他的家人 一起来参加路跑的活动 就是全民一起路跑 然后一起能够参加奥运 教育部体育署也特别在今年四月份 也能够让学生有一个累积的里程数 就是说可以除下来 然后就就是你跑多少公里 就能够储存多少公里的那个公里数 就在体育的成绩方面 然后在怎么样的来够让他锻炼他的身体 来对于健康的对照 比如说你跑多少公里 对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 可以做一些累积来储存 来计算 来统计 方秘书长也与贵宾一起为嘉年华会开罗 并与县内各校学生代表一起大路跑 绕体育场半圈 共同施放达成路跑里程数气球 相当热闹 包括先议员赖燕雪 曾正言等都特别到场共襄盛举 因为路跑是最简单的 你不需要买设备 你不需要慢慢跑 慢慢的让调起自己的呼吸等等 这其实是可以全民运动的 你可以早上跑 下午跑 当然年纪大的不一定要跑 但是我们对于一些学生部分 其实大力的来推广 从高中大学 大专学生这一部分 他们比较能够 那当然年纪比较大的 就要看看自己膝盖可不可以 因为最重要还是对于健康 运动能够配合健康的一些结合 那我们最希望还是全民路跑的部分 你如果年纪还可以的 我就参与路跑 慢慢跑 然后让自己的健康能够更促进更好 除了运动闯关体验 民众到体势能检测站进行体势能测验 通过的人都有丰富的赠品 县府希望借此鼓励民众多重视动态休闲活动 培养终身运动的好习惯 另外县府也将持续在本县七个乡镇市 办理体育嘉连华联谊活动 活动内容以区外化 以及涵盖各年龄层面为主 创意活动内容为号召 结合体育活动以及相关体育团体 欢迎民众一起来运动 市民说的 全部掌握着 合体育活动